在战火、灾难和疾病中 无私无偿地为需要帮助的人 提供国际医疗援助的 无国界医生组织 至今已经成立了30年 每一年都有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 2000多名志愿人员 前往世界各地多个灾区 这一晚在香港的启德机场 就举行了一场寻找无国界村民 无限回响分享业的音乐会 希望借着歌声 让更多的人来支持这项活动 王杰就被委认为 无国界村民大使 我觉得很荣幸 我这么久以来 我觉得最荣幸就是做这个 因为我没有之前出国 看过这么多事情之前 我还不觉得是有多荣幸 但是当我去完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微不足道 我想起那些医生跟护士 他们在那种占地的地方 特别是在那种战争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连命都不要了 所以这种牺牲真的是很光荣 所以我觉得我会跟他们 当为他们的大使村民这样子 我已经觉得是很 我觉得是一种荣幸 真的是一种荣幸 无国界医生不分肤色 种族和宗教 他们共同的目标 就是协助灾民脱离困境 香港也先后派出了15名医护和行政人员 加入无国界的医护行列 有日常比较难 很值得 那我家医生其实一个很激 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是真的很伟大 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多参加那些像战地的 或者是去一些比较有疾病的地方 瘟疫区或者什么样 他们其实永远都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安全 他们先去顾别人的安全跟那个卫生 还有他们的健康 还有他们那些急难救助这样 我觉得这种精神其实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自己也 其实我也在学习当中 不久之前 王杰跟肩负己大使的重任 到菲律宾去探访平民和街头流浪的儿童 感受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是微不足道的 我去菲律宾去探望一些街头 还有一些比较像那种平民区 在卫生方面很糟糕的地方 我有去探望过 那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大使 其实我看到他们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已经很幸福了 所以但是我认为给我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他们是需要自救 但是无国界医生还是一样这样去教育他们 不怕得病也不怕辛苦 就这样一直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多一点朋友 大家来支持无国界的医生 或者你自己有一季专长 或者就算你没有一季专长 你也可以去当我们的无国界的村民 像我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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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